互联互通繁荣之机 驼灵生生 思路漫漫 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 凶赛铁路的消息一直备受瞩目 近日中国研制的凶赛铁路高速动车组 在塞尔维亚正式亮相 作为东方大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 首次进入欧洲的同时 也标志着中国的轨道交通装备技术水平 获得了国际认可 为国家的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赢得了荣耀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当地时间6月7日 中国研制的凶赛铁路高速动车组 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泽蒙车辆段正式亮相 这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 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 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 成功进入欧洲 塞尔维亚总统吴奇奇 塞尔维亚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韦西奇 中国驻塞大使李明等共同出席活动 在现场 吴奇奇总统听取了凶赛铁路 塞尔维亚段项目建设情况的报告 并对中国铁路建设者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感谢 随后还饶有兴趣的参观了动车组的列车车厢 体验了各种人性化设计 还观看了凶赛铁路塞尔维亚段项目的宣传视频 武器奇奇动地表示 感谢习近平主席前不久成功放赛 赛中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2023年 赛同中方签署购买五列高速列车协议 成为欧洲第一个购买中国高速列车的国家 要知道 凶赛铁路贝尔戈莱德至诺威萨德段 自开通后已运送乘客700多万人次 取得了过去40年赛铁路发展前所未有的成就 代表着赛铁路交通的复兴 得到了广大赛民众的认可 凶赛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贯通后 从首都贝尔戈莱德到凶赛边境城市苏伯蒂查 仅需一小时 赛政府将继续加快推进全国铁路运输网络的建设 据了解 此次亮相的凶赛铁路高速动车组 是国铁集团组织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赛双方铁路部门达成的合作共识 基于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先进成熟的技术平台 为凶赛铁路量身定制 在结合赛尔维亚当地运行环境和线路的条件 进行了适应性改进 满足凶赛铁路跨境运输需要 将于2025年底在凶赛铁路正式投入使用 凶赛铁路高速动车组为动力分散型电力动车组 最高运行时速200公里 全长约103米 采用四辆编组 设一等座车一辆 二等座车三辆 总定员250人 此外 动车组还配置了动力电池 在无电区域仍具备自主续航的能力 车体外观呈流线型 采用塞尔维亚国旗 红蓝白三色涂装 车头侧面黑色区域造型 提取了塞尔维亚国徽双头鹰元素 蓝色渐变的色带宛如雄鹰展开的羽翼 红蓝两条色带分别象征着新丝绸之路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体现了中赛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美好愿景 内装色彩与车外造型相互呼应 氛围灯智能座位显示等细节 充分体现了动车组 现代化智能化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同时在动车组车厢内 还设置了轮椅 自行车 大建行李存放区 配备咖啡机 售卖机等服务设施 努力满足旅客多样化需求 雄赛铁路连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 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 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 可以说这样的设计 就如同一份东方大国名片 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 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 也让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理念 通过视觉的传达 深入人心 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和支持 既然贝诺段都已经开通两年多了 那么作为好兄弟的诺苏段进展如何了 春末夏初 在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 诺维萨德北部的铺轨营地上 铺轨机发出红隆隆的响声 随着最后一组钢轨顺利铺设 雄赛铁路诺苏段正式实现铺轨贯通 也标志着该段铁路建设正式进入首尾阶段 诺苏段建成后 塞尔维亚民众从首都贝尔格莱德到塞胸边境 只需不到两个小时 胸赛铁路诺苏段 起自塞尔维亚诺维萨德站 经维尔巴斯站 巴奇卡托波拉站 苏伯蒂茶站 终至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边境 线路全长108.1公里 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的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牵头的 中方联营体实施EPC工程总承包 于2023年4月6日启动铺轨 中赛两国企业和建设者紧密协作 克服了施工环境复杂 工期紧张等困难 全面采用中国先进铺轨装备和焊接工艺 累计使用了中国企业生产的钢轨176.2公里 优化现场施工组织 强化安全质量控制 注重生态环保 确保了铺轨任务有序高效的推进 其中苏伯蒂茶站是当地重点文物建筑保护单位 在全面改造建设过程中 中赛两国建设团队本质修旧如旧的原则 充分吸纳了当地文物部门的要求和建议 在做好保护文物建筑的同时 对车站的战场战防进行全面改造升级 改造升级后将大幅提高货物运输效率 减少运输时间和成本 促进塞尔维亚与匈牙利 乃至欧洲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 将大大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让这座百年老站焕发新生 自苏伯蒂茶枢纽工程改造施工以来 中国铁路建设团队精心策划 科学组织 从上到下调集国内外优质施工资源 历经一年十个月 克服了施工难度大 安全风险高等各种不利因素 以安全顺利完成了苏伯蒂车站 铁路 公路 管网管线的拆除 改建和过渡工程 目前 胸塞铁路诺苏段建设进展顺利 总体工程进度已完成80%以上 其中 诺维萨德至维尔巴斯区段工程基本完工 接触网已成功送电 轨道完成轻条 并顺利通过欧洲第三方测试机构线路的动态测试 实现了检测车辆按时速200公里运行目标 各项性能指标均表现良好 为确保胸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年内全线开通运营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诺苏段的一处营地中 胸塞铁路项目工作人员宁泽源 给记者讲述了一则暖心故事 去年11月 四位女士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来到了建设工地 向忙碌的工作人员挥手致意 其中 一位女士开心地说道 我叫鲁日茶 弗拉伊奇 谢谢你们为我们城市建设付出的努力 这是我们亲手做的蛋糕和饼干 请你们收下 我感到十分自豪 宁泽远说道 项目工作人员把这些礼物视为见证中赛两国真挚情义的纽带 胸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至诺维萨德段开通运营已经两年多 让塞尔维亚实现了高铁梦 5月1日是塞尔维亚的公共假日 当天午后 在贝尔格莱德工作的塞尔维亚姑娘汉娜 登上开网诺维萨德的列车 车窗外是宽阔平静的多脑河 汉娜告诉记者 她每个周末或假期都要去诺维萨德看望男朋友 在胸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至诺维萨德段开通之前 铁路行程漫长 车站 车厢 环境也一般 有时还不得不选择长途大巴 如今 当地民众有了更快捷 更舒适的出行选择 胸塞铁路塞尔维亚项目部 工程师佐兰·彼得罗尼耶维奇现年69岁 在当地铁路电力电气化专业建设领域工作40余年 她居住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小城泽蒙 每天在责蒙与诺维萨德之间通勤 以前去诺维萨德需要一小时40分钟 现在45分钟即可抵达目的地 结伴才能走得更远 胸塞铁路匈牙利段的中国团队 在与胸方积极合作推进工程进度的同时 也着力加强文化胸塞绿色胸塞建设 为当地提供了数千个就业岗位 还开展了企业开放日 发布企业国别社会责任报告 参与中胸语言文化交流等 推进两国新联通 在塞尔维亚总统伍七奇看来 胸塞铁路是多国合作项目的成功范例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则表示 胸中关系近年来保持良好发展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企业的投资与合作 包括胸塞铁路建设 显著促进了匈牙利经济社会发展 这条通往幸福的铁路 对扩大中胸塞经济合作 加强欧洲地区互联互通 和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 也将为地区发展带来巨大的红利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